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YC Onion Energy Tube 能量光棒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那盒子裡面有一個束口袋 裡面就是我們的 Energy Tube 盒子裡面還有一本使用說明 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還有一個 那看來這兩片是磁鐵貼片 你就可以輕鬆的讓你的 Energy Tube 貼在你想要貼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的快速開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的分享 如何使用這個YC Onion Energy Tube 順便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先從它的外觀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根YC Onion Energy Tube 它是 金屬機身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到我們上方 這裡有我們的開關 是一個實體的撥桿 不是電腦來控制的 我也覺得還不錯 那這裡就有兩個旋鈕 可以來控制你的所有設定 那這裡還有一個 USB Type-C的充電孔 可以讓你快速充電 那這支燈棒我覺得最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換電池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來買很多18650的電池 你就可以來 延長你使用的時間 那這支燈棒的底下 兩邊都有可以調整角度的設計 所以你放在桌上 你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 你就可以輕鬆的來調整 燈棒的角度 燈棒後面這裡有兩片磁鐵 所以你只要有磁性的東西 你都可以輕鬆吸附 側邊有一個四分之一的螺牙 可以讓你安裝各種不同的配件 那這裡還有一個很酷炫的設計 但是我目前手上只有一根燈棒 沒有辦法示範 那這裡有一個快拆的卡槽 所以你如果有很多很多的能量燈棒的話 你可以全部串成一條非常長的燈棒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它的功能的部分 那我們從CCT模式開始 那它的CCT色溫可以從3200K到6200K 我覺得算是還OK的色溫調整空間 那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綠色跟陽紅色偏調整 這樣就可以更容易讓你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起跳就是15%甚至20% 所以你在微距拍攝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過量的問題 那這一支燈棒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它可以一趴一趴慢慢增加上去 你在近距離非常微距的拍攝 也可以輕鬆的完成 那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細微調整可以讓你調整 那現在是A模式 A就是一下閃快一下閃慢 就是正常的燈泡故障特效 那接下來就是B B是白光的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C就是黃光的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D呢就是白黃 白光跟黃光交替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你只要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特效的速度 像是我現在覺得95%看起來有點太快了 我可以把它降到80%之類的 讓它稍微慢一點點 接著我們來到色彩輪迴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 各種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我們現在目前是在A A就是各種顏色輪流交替 那我們的B呢 是紅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C是綠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D就是藍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E呢 我們的顏色是用跳的 跟我們的A其實是有一點差別的 A是慢慢的切換到另外一個顏色 那我們的E是全部用跳的 直接跳下一個顏色 有點不太一樣 那一樣我們如果覺得速度太快 我們可以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速度 讓它變慢之類的 那接著我們來到的景燈特效 我們有ABCDEF各種不同的調整 可以讓你來選擇 那我們目前是在A A就是紅藍交替的景燈 那我們的B呢 是紅綠交替的景燈 神奇 那我們的C呢 是綠藍交替 那我們的D呢 單純的紅色閃爍 那我們的E呢 綠色閃爍 那我們的F就是藍燈閃爍 就是這樣 那一樣我們如果想要讓速度變快或變慢 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速度 那接著我們就來到我們HSI模式 色相飽和度跟明度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切換各種不同的顏色 那你想要讓顏色變飽和 你一樣按設定按鍵 我們可以讓顏色變得非常非常的飽和 我們在HSI模式裡面 如果你一直把飽和度降低 降到0的話 它會呈現那個 色溫模式的6200K白光的部分 那這個YCONI的能量燈棒 我已經使用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 就是我們直接照射被設物的時候 我們直的擺 跟橫的擺 我們可以輕鬆的改變光值 這是只有燈棒可以辦到的事情 其他的像是口袋燈 或是小燈 是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橫的擺 直的擺 可以輕鬆的改變光值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我自己最喜歡使用這個能量燈棒的方式是 放在地上 把它照射牆壁 讓牆壁有增加不同的顏色風格在上面 那第一就是它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的讓光只照到牆壁 而不會照射到 我們不想要照射到的地方 第二就是它的照射面積非常非常的廣 很輕鬆的就可以填滿整面牆壁 那這根燈棒也非常適合直接出現在畫面當中 因為它前面這個柔光等級 還蠻強的 所以你不會看到一顆一顆的燈珠在裡面 不像其他的品牌 有些柔光等級比較弱的 你就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燈珠 非常非常的醜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超漂亮 那這一根燈棒裡面是使用18650的可更換的電池 那經過我的測試全出力 我們平均可以使用70分鐘 那你當然也可以使用這個USB Type-C 邊充電邊使用 那這燈棒上面有兩個旋鈕同時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and Slave的模式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YC優年的產品的話 你只要有一個Master 其他都是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你所有的效果或者是顏色 非常方便 你就不用跑來跑去去每一盞燈去做更換 這根燈棒後面有磁鐵設計 而且是有角度調整的磁鐵設計 所以你像是車子裡面啊 或者是冰箱上面等等的 有金屬的表面 我們幾乎都可以把它貼在上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可能會慢慢的滑下來 或者是直接掉下來 好了我們快速講了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在CCT模式 它有Green跟Vagenta的調整 但是我覺得調整非常非常的弱 現在是已經加10 是全部的Magenta全部加進去 那我們現在減10的話 這是全部的綠色加進去 我是覺得這調整氛圍沒有到很寬廣 我不知道YCO年會不會之後做韌體更新 把這個東西再延伸出去一點點 因為很容易 像是我現在的光源非常非常的陽紅 我很難就把它配到跟它一樣陽紅 像是我現在就有點陽紅 不太夠 希望是可以就是韌體更新 讓這個東西再延伸多一點點的 陽紅跟綠色的調整空間會變更好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所有的特效 都是固定顏色的固定效果 所以如果我想要讓這個效果 讓它變成橘色 這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它的所有的效果 你只能調整它的速度 所以它的效果是完全固定 你沒有辦法自己去克制化 你自己想要的效果的 但這根燈棒是可以用手機藍牙子來做調整的 那目前YCO年有兩種不同的APP可以讓你來做挑選 第一款是比較直覺性的 就是你在手機看到什麼顏色 你點什麼顏色 燈棒就會出現什麼顏色 非常直覺 第二款呢 就是比較專業的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YCO年的燈具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群組 讓你的所有的燈同時改變顏色 或是同時改變它的所有的亮度之類的 那所有的介面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是看你自己的個人喜好 來挑選不同的APP來做使用 OK 之後我們今天的YCO年能量燈棒的 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你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器材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